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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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儿 龙儿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君父 龙哥 他身体很不舒服 少主 龙儿 你这手怎么这么抖啊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 这怎么这么烫啊 秋娘 龙儿这是怎么了 郎主 少主已经变了两天了 什么 两天了 那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本君哪 我 这两天 是不是让军医来看过呀 还没有 什么 你是怎么照顾龙儿的 你真是该死 对不起啊 郎主 对不起 是我叫他别说的 怪他干什么 好好好 师父 别对秋仪这么凶嘛 是龙哥不让他告诉你的 他也怕你担心嘛 是啊 郎主 咱们现在知道也不迟呀 是是是是 龙儿 来来来 你身体不舒服 赶快坐下 来来来 快坐下 还不愧 在 军医呢 在 还不愧给寿主把脉 去呀 这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说病就病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是啊 郎主 这好端端的 怎么就无缘无故病了呢 少主可是会法术的呀 是啊 按理说他会法术 他不应当有病吗 啊 啊 郎主夫人 这人吃五穀杂粮 怎么可能不生病呢 不管怎么说 也要把龙儿的病给医好 禀告郎主 怎么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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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属下给少主把脉 少主的脉相紊乱哪 什么 我不要你告诉我他的脉相紊乱 我让你告诉本军 他这到底是什么病 严不严重 到底能不能医好 属下查不出什么病 这没法下药啊 什么 你堂堂的军医竟然无法开药 还判断不出他的病情 我还要你这拥医干什么 寒冰虎 在 拉出去 斩了 诺 老朱饶命啊 老朱 老朱 老朱饶命啊 不要杀人 不要杀人 老朱 好好好 龙儿 咱们不杀人 好好好 不杀人 不杀人 把他给放了 弄了 还不快滚 狼主 夫人 依我看 这少主的病 好像是冤魂缠身 秋娘 这 你的意思是 少主是被冤魂缠身了 这只是 秋娘我自己的看法 所以 啊 君父 我觉得秋一说得有道理 刚刚我跟龙哥聊天的时候 他实好实坏 哎呀 这 这 哎 哎 黎姬啊 你说 这这这这这怎么办呢 啊 啊 我去看看吧 啊 奇怪 鸡龙的脉象虽然很虚弱 可是却不像有病的样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 真像秋娘所说的冤魂缠身 真要是被冤魂缠身那就好了 直接把他弄死算了 这 这怎么样啊 狼主 啊 秋娘她说的 没错 少主可能 真的是被冤魂缠身了 那 啊 有办法救他吗 药方我倒是有一个 不过 不过怎么样 我这个药方 需要有药引子 哎呀 到底是什么药引子呀 就是灵芝雪莲 不管是什么 本君 都能把他给弄回来 你就说 到底是什么药引子 狼主 能烧安勿躁 我这个药方 比较特殊 是需要人的鲜血才行 什么 血 那还不好办吗 随便找个人 那就说 刚才那个庸医吧 把他抓回来 放了血 给龙儿做药引嘛 狼主 嗯 这可是给少主治病 必须是跟病人 很亲的人的血才行 很亲的人 是啊 必须配合服药人 很亲的人的鲜血 这个药方才能生效啊 啊 夫人 要说最亲的人 一定是我了 少主是我照顾长大的 虽然我是他的奶娘 她是我的乳儿 但我们的感情 就跟亲母子一般 来 用我的血做药引吧 哎呀 秋仪 不行 这怎么行呢 虽然您跟龙哥很亲 但是 毕竟您年纪大了 怎么能用您的血呢 我跟龙哥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 我们一起念书 一起习武 一起玩耍 要说亲 我跟龙哥更亲 既然 要用鲜血来做药引 那就用我的 不行不行 郡主 你是精致玉医 怎么可以用你的血嘛 这不行啊 哎呀 什么时候 轮得到你来管我的事了 还不退下 别说了 用我的血 哎呀 不 这 郡主 如果药引里头 放了你的血 我 我不肯喝 龙哥 这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夫妻了 用了我的血 你的身体里就有我的血液 这不是很好吗 不 不行 我不要 不要再说了 容儿 郡妇 你的血也不行 我的血为什么不行啊 这里 还有谁比我跟龙哥更亲呢 还有一个人 谁啊 那 就是为夫 君妇 这 郎主 郎主 当年 我们打下平城 在回黑图的路上 我看见邱娘抱着一个孩子 我一见到这孩子呀 我就喜欢他 可能是我们俩有缘分吧 我就把他接回了黑图 当时我就想给他自性顽目了 可是啊 你的娘亲哪 她当时正身怀有孕 她对我说 如果生下一个儿子 就让我把王位传给她 我把王位传给了 当时我考虑了很久很久 我们已经攻下了平城 但是 我对姬桓 还是很敬重的 我就给她取了个姓 姓姬 又听邱娘说 她的乳名叫龙儿 那本君就叫她龙儿了 谁想到啊 谁想到啊 你娘亲生下了一个女儿 就是芙蓉你呀 你娘亲哪 生下你 就难缠死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啊 我一直把龙儿 看成是我自己的儿子 虽然 是邱娘照顾着你 可是 你从小啊 我啊 就抱着你 哄着你 哀着你 我心疼着你啊 你们大家说说 你们这里面 我和龙儿是最亲近的人 你们说是不是啊 既然我和龙儿是最亲的人 那 就用本君的血 来做龙儿的药影 是吗 君父 您对龙哥的疼爱 不亚于女儿 龙哥心里知道 他的病情 肯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是啊 不 我不要 我不要你的血 我不要 我不要你的血 龙儿 你身体要紧 怎么能够不要呢 狼主 您是黑土的狼主 再加上现在强敌在外 要是用您的血 恐怕不妥 别说 用本君的血 就是 用本君的命 来换龙儿的长命百岁 本君也是愿意的 你 你居然愿意 用你的性命 来慌慕我的 傻孩子 咱们是父子嘛 既然是父子 就不要担心 为父这一点点血了 来人啊 在 拿碗来 诺 不 我不能 我不要你的血 傻孩子 你就放心吧 龙哥 你这成全 君父对你的一片心意吧 是啊 龙儿 来 去吧 少主 这是狼主对您的一片爱心哪 他爱你有多深 爱你有多重 这样的恩情 您这辈子也报答不了啊少主 少主 臣心还温着 祸着药 好 你就赶快喝了吧 是啊 龙儿 喝吧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正想着要如何找他报仇 可没想到 他竟然为了我的病 愿意用他的血来做药引 不 他说得没错 从小到大 他疼我 他爱我 他把我当成亲生儿子一般 他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 他也是养育我长大成人的恩人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龙哥 你快喝了呀 快点喝吧 龙儿 是啊 龙儿 这可是你君父对你的一片爱心 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了你君父对你的一片恩情啊 我怎么能喝 我怎么能喝呀 少主 龙哥 龙哥 你怎么了 龙哥 龙哥 少主 李姬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 龙主 这 臣 臣妾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学过落音术吗 那你就拿落音术查一查 龙儿是不是让冤鬼给缠住身体了 还有 他这到底是什么病 你全部都给我查清楚吗 是 狼主 臣妾这就去 龙哥 你醒一醒啊 你别让我担心啊 龙哥 你怎么了 是呀 土龙 你呀 不要担心啊 你放心吧 君父 他会不会有事啊 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如果龙哥有个三长两短 好好好 我 我也不活了 我的傻姑娘啊 你就别哭了 龙儿他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他一定没事的 你不要再担心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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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照顾龙哥 龙哥 来来来来 金官 龙哥 少主 来来来 军官 快扶少主到床上去 哦 来慢点啊 慢点 哦 少主 苦命人 少主 你一定是知道少主生病了 所以才来看他的吧 是这么回事 啊 刚才啊 少主昏过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少主已经晕倒了 没时间听你讲故事 这里没你的事 哎呀 你走开 走开 金瓜 金瓜 要不 你先离开一会儿 那 那我去了啊 哎 好好好 去吧 秋娘 到底怎么回事 少主怎么会昏倒呢 哎 我跟你说啊 刚才狼主为了少主的病 他竟然不顾自己的生命 什么 嗯 哎 顽目端对少主的感情这么深 嗯 可是无论如何 他爹娘的恩仇 还得靠济龙去报 哎 公民人 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吗 哦 我来找少主 是为蓝白 他跟江丞相见面的 江丞相知道了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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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我用推算法和落音术 居然怎么也查不出 鸡龙生的是何种病 而且 照这样看 他身边也没有什么冤魂缠身 可是看他的样子 像是病得很严重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夫人 什么事 啊 郎主让我来问一下夫人 少主的病 查出来了吗 我刚才用推算法和落音术 查了一下 可是再怎么查 也查不出鸡龙生病的迹象 而且 他身边也没有什么冤魂缠身哪 我到现在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没查出来啊 这不可能啊 以夫人这么高明的法术 怎么可能没查出来呢 哈密魁 在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 本夫人办事不利了 不是不是 小的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 小的是说 夫人 你说少主他 会不会是 装病 你说少主装病 嗯 嗯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如果少主不是装病 以我的法力 不可能查不出来啊 阿密魁 在 你说 如果少主是装病 会是为什么 嗯 嗯 这个 属下就不知道了 嗯 鸡龙生病这几天 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不寻常的事情 没有 啊 这狼主 并没有让少主去攻打西齐 可是这少主 却自告奋勇地去了 这两天 狼主并没有召见少主 以为他带兵去了 结果是因为狼主这两天 没有得到少主的消息 问了苦命人 才知道少主他病了 苦命人 这么说 鸡龙生病的事 是苦命人告诉狼主的 是 奇怪 这个苦命人 又是怎么知道鸡龙生病的呢 啊 这两天 是不是少主和苦命人来往比较密切 是 前两天少主去找了苦命人 说是要听什么故事 是 就把苦命人叫入他的房里 听守门的士兵说 苦命人进去的时候是黄昏 可是却等到了隔天的天亮 才从少主的房里面出来 天亮才出来 是 是 这么说 苦命人在鸡龙房里 待了一整夜 对啊 天亮之后 苦命人一出来 少主就病了 这里面 一定有蹊跷 汉密葵 在 这两天 你给我好好地监视鸡龙和苦命人 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 或者来往比较密切 马上向我汇报 诺 属下 明白 属下 告退 鸡龙啊鸡龙 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把柄 落在本宫的手中 末尼人 成相 鸡龙公子来了 鸡龙败见丞相 鸡龙败见丞相 鸡公子 不必客气 赶快起来吧 当初姬龙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对丞相多有得罪 而且我还领兵攻打西齐 现在想想 真是太不应该 不知道伯父他 关于你的事 我已经向侯爷禀报过了 侯爷他非常担心你 而且他知道 你是他的侄儿之后 他就非常地想见你 是姬龙不孝 应该要去拜见伯父 只是 这个我也知道 所以今天我特地 要孝天犬把你找过来 就是为了跟你 详谈关于黑图的事 丞相 在攻打黑图之前 少主已经答应咱们 先救土行孙了 真的 那太好了 多谢姬公子 不 救土行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在想 等救了土行孙之后 我要把孝天犬和我奈娘 尽快送出平城 这样姬龙才可以放手一搏 好 事不宜迟 事情就证定了 我们三天之后进行 到时候 我会带一队兵马悄悄而至 然后我们来一个立英外合 好 一切听丞相吩咐 少主 这次如果事情成功的话 你就算报了父母的深仇大恨了 就算鸡龙报了父母的血海深仇 可是孝天犬 你为了鸡龙的事情 居然自断手臂 鸡龙对你一辈子愧疚 我 我没办法弥补的 少主 你千万别这么说 如果你能帮助西齐灭了黑图 帮助侯爷 套伐地心 我孝天犬断一条手臂又算什么 就算抛头颅洒热血了 我也在所不辞 嗯 孝天犬的事 的确是非常地感人 不过姬公子 你不必担心 因为当时我已经用我的法力 帮孝天犬把这条断臂封住了 而且我也查看过天书 我已经有办法可以帮他接回去了 专相的意思是说 专相有办法医治孝天犬的手臂 不错 但不是凭我的法力 而是要靠孝天犬他的主人杨简 去找一种叫做断骨虫身膏的药膏 断骨虫身膏 那是什么东西 当初炎帝神农长白草 他拿了好几种的草药 调配出了这样的一种药膏 只需要把这个断骨虫身膏 涂到断臂之上 然后再接回去 那断臂就会接上了 所以如今我们最需要的 是杨简把这种药膏给取回来 那真是太好了 小天犬 你的手臂可以接回去了 希望你的主人赶快找到这个膏药 有人来了 我得走了 此人就是我一样的 文太师 在下姬龙 来者可是文太师 你就是姬龙 嗯 想 想极了 这姬龙跟姬昌确实有起分相像 这么说 国师担心的事情应该是属实了 原来是少主啊 文仲 早闻少主应有 想过来看看 没想在此相遇了 这位是 古命人 古命人 见过文太师 古命人 他原是西齐的部署 如今已投向我黑图了 看他有些眼熟 但好像并未见过呀 对了 对了 太师 既然来到了平城 就有姬龙来帮太师领路 哦 不用了 老夫是仰慕少主的应有而来 没想在此相遇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少主啊 文仲有一事相请 不知你可否愿意啊 太师请说 老夫听闻 少主的双枪非常厉害 老夫今日一时济痒 想跟少主切磋切磋 不知 少主愿不愿意陪老夫玩几招啊 既然太师由此雅兴 鸡龙自当奉陪 好 少主果然豪爽啊 放心吧 我只是试试你双枪 咱们点到为止 不会伤了何气的 好 少主 四人双枪非常厉害 连丞相都不是他的对手 少主 当心 小公子 这里应该就是丞相所说的福西山了 是啊 师叔说 我们要找的百草洞 就在这福西山中 而断骨重生高 也在那百草洞里 可是 看着山那么大 我们要从何找起 小公子 我们既然到了福西山 就应该不难找到 这百草洞 可现在 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 找到那断骨重生高 否则的话 萧天犬的手臂 可能一辈子都要废了 是啊 萧天犬如此异形 让我爹年和我都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断骨重生高 小公子 我们走吧 走 那不是杨俭跟雷震子吗 他们在这儿干什么 好 那我就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想不到 少主的双枪使得出神入魔 那门太师的双剑 攻势林立 但少主 却能一一地化解 想不到 这鸡龙双枪如此了得 老夫跟他连战数个回合 都无法取胜于他 看来不使出绝招 老夫这张脸 肯定挂不住了 少主 老夫这雌雄双剑 甚是厉害 你如果扛不住 就告诉老夫一声 好 吉隆枣文文太师双剑厉害 正想见识见识呢 好啊 接手 放进 招永儿 少主 你这手里的枪 是什么做的 强着想咏bus 强到神木所作 熔雯双枪 龙蚊 杨大哥 这漫山遍野的 我们到处都已经找遍了 可是根本就没有找到 那个什么百草栋 小公子 那段谷重生膏 乃是神农氏的珍贵药方 我想在这荒郊野外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找到 我们只有先找到百草栋 才有机会找到段谷重生膏 好 那我们就再找找吧 小公子 等等 怎么了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地势很奇怪 地势有些奇怪 我倒没有觉得 小公子 方才走过来的时候 我隐约觉得 这山有空洞的回升 刚才你走过去 我刚才证实了这点 空洞的回升 嗯 的确有空洞的回升啊 小公子 山应该是石的 怎么会有空洞的回升呢 难道这不奇怪吗 嗯 的确有些奇怪 小公子 请让一下 好 杨大哥 你看 莫非 这裂开的山洞 就是百草洞 很有这可能 小公子 咱们下去看看吧 好 好 嗯 百草洞 小公子 就是这儿 是啊 看样子 这里是百草洞 没错 杨大哥 那我们不如 去洞里看看吧 嗯 走 嗯 嗯 小公子 这边都没有 你那边怎么样 我这边也是一无所获 杨大哥 不如 我们去那洞看看 好啊小公子 这洞分两边 要不 我们各走一边 看看能不能找到 好 好 原来 这就是神农室的百草津 可是这百草津 刚才他们说 要找什么东西 来医治 啸天犬来着 都要得了 那把习近呢 这达了 Af 廳洞 是 Veterans 我 我 我 都搜 我 祝你 我 也 杨大哥 我这边 这些瓶瓶罐罐的都找过了 根本没有那个什么断骨重身高 不知道你那边找到了没有 这应该就是断骨重身高了吧 太好了 杨大哥 这应该就是断骨重身高没错 杨大哥 妖怪 是你 琵琶精 哼不错 我已经知道你们要找断骨重身高 是为了笑天犬 这么说 有一个断臂的人投降黑图 这个人就是笑天犬呀 既然被你知道了 今天我们饶不了你 小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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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笑没事吧 没事 放心吧 只不过是皮外伤了而已 现在当务之际 是要抓住那个妖怪 是啊 如果不抓到那个妖怪的话 万一他跑到黑图告密 事情却糟了 糟 糟 小狗子 小狗子你没事吧 小狗子 你等下 小狗子你内伤颇重要不然我先送你回去疗伤吧 不行 如果我们不快点抓到那个玉石琵琶精的话 那么笑天犬还有鸡龙他们都会有危险 杨大哥 我可不如这样吧 我自己回去 你一定要去抓住那个玉石琵琶精 杨大哥 拜托你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好 你小心点 我去了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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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杨剑根在我的后面 我不是他的对手 不行 我得找公报才行 神秘 杨剑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 你还要不要脸 她在我眼里 不过是个玉石琵琶金所化的妖怪 而且 她竟然企图毁坏那么珍贵的药品 真是该死 杨剑 那是雷阵子笨 怪不得我 而且公报 我告诉你 那个姬龙就是姬桓的儿子 也就是姬昌的侄子 什么 果然是 前辈你们知道了 那今天 就饶不了你们 看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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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间 风吹扬柳花絮满天 红浮绿漆 刻下两端沉绵 回望天使辗转相恋 回忆失调长线 盘旋无几天边 再多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思不解 暗恋花伴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有你的明天 回忆失调长线 盘旋无几天边 再多浮现眼前 你的承诺思不解 暗恋花伴蔓延 今生是否辩解 用尽全力抓紧 犹豫的你边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